看得出來都沒有人啊 門口揉雀啊 我們日本的經濟喔 已經二戰之後 衰退的最快了 那今天雜謊市的疫情也首度 這個新冠肺炎得到人數也首度超過300人 大概到了304人 那據說有兩個人死亡 那我今天就帶大家去雜謊市人道區李小路跟 博野那邊常常去出現一些群聚感染 那我實際帶大家去看一下雜謊市現在的現況 星期五晚上應該是日本人出來喝酒 就是出來放鬆的日子 看看大家上還剩多少人 走吧 那後面呢就是我們台灣的珍珠奶茶共茶 現在裡面呢幾乎是可以說是空無一人 剛開的時候門庭落勢超級多人 那現在是星期五晚上 幾乎是沒有人啊 幾乎沒有生意 現在就是大家遊客所熟悉的李小路 大家來買藥妝啊或吃飯都來李小路 那我前方本來就是東京厚代喔 現在已經已經關了 關了一家 現在是星期五晚上 現在的人草真的是非常的少 那大部分的人都有在戴口罩了 那有的店都已經收了喔 這也不知道什麼店已經收了 那我們去前面打謊藥妝看一下他的生意狀況喔 看得出來喔 看得出來喔 門口 看得出來都沒有人啊 門口樓雀啊 我只能說是空無一人 完全沒有人 你就知道日本現在的經濟狀況被CORONA急得多慘 沒人啊 實景拍給大家看 真的不像台灣那麼幸福 我日本的經濟喔 已經二戰之後 衰退的最快了 免稅 怎麼可能免稅了 沒人 這邊有一樁要裝喔 臨時休業 沒客人啊 直接關門了 然後我現在在李小路的一個小巷裡面 那這邊開的都是餐廳 現在的餐廳一半都是關的喔 目前呢不管是外國人或日本人入境日本人 那日本是有就是規定要居家防疫14天 那這個居家防疫14天呢 基本上就是一個佛系的防疫喔 你回到了 不管是飯店或者是自己的家 沒有人會去檢查你是否在家裡面 而且你擅自離開這些防疫旅館 在台灣有非常高的罰金 在日本居家防治隔離幾乎沒有約束力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是我日本的健保卡 那他就是類似一張證明文件而已 他沒有任何的IC晶片卡 就代表呢 你從外國回來呢 你去看醫生啊 醫生並不知道你會從哪個疫區回來 那我現在身後的就是雜坊市的博野 博野是雜坊市最熱鬧的地方 如果你沒有來到雜坊市 我這樣直接講 博野就是台北的林申北路 他是日本的三大紅鎮區 所以有一些飲食店或者是一些賠酒的 所以這邊常常造成一些群居的感染 就是在這邊 最近日本政府有推行Go to travel跟Go to eat 那就是因為日本的經濟實在狀況不太好 我相信日本政府推行這兩個 他也了解疫情是會再度升溫的 再跟大家報告一下 現在日本 失業的人口已經達到7萬多人 那這只是一個正值的人口 如果你有在日本工作過 很多人都是怕他或是契約員工 那這些不在統計數字裡面 他看到新聞像ANA 就是大幅的虧損 甚至上週的新聞 日本的亞航已經宣布破產 現在台灣的防疫真的非常的成功 近幾個月幾乎都沒有本土的案例 就是大家在台灣可以自由的出路 然後安居樂業 但是有一些酸民就說 怎麼不管滾回台灣 那有一些人來了日本 其實有一陣子的 比如說四五年 他已經有耕耘了一陣子 雖然他現在工作可能被凋離原來的崗位 但是他期盼有一天疫情結束 他還能回到原本的工作 從事他原本喜歡的工作 其實對在日本的年輕人 甚至我 我有許日本老頭 我在這邊居住 其實大家對未來跟下一步 其實大家都非常的猶豫 也非常的煩惱 我覺得可能就是現在鏡頭前面的 不管是台灣觀眾 或者是疫情控制比較好的國家 是很難想像的 哇